欢迎收看今天的北美地方新闻 我是马千惠 那么接下来就是耶诞还有跨年的连续假期了 美国汽车协会最新发表的节日旅行报告 指出在12月21日到1月1号期间 将会有创纪录的1亿1560万人出门旅行 这几乎是20年来最多 而特别要留意的是在12月26号 这是耶诞节的隔天 将会是交通状况最差的一天 美国汽车协会从2001年开始进行节日旅行统计 发现出游人数连续8年创下记录 显示经济趋平稳 因此消费意愿也提高了许多 今年节假日有些重叠 包括12月22号开始一直到30号 是犹太教的光明节 期间12月25号是夜旦节 非洲裔的宽扎节是从26号到1月1号 如果再加上跨年或者是迎接2020新年度 因此今年的旅行出游人数 预计相对于比去年多出了430万人次 开车的族群在今年的节日季旅行中 占到了91% 达到了1亿400万人 另外有381万人是搭乘火车 巴士或者邮轮等等 美国汽车协会表示 12月26号将会是交通最差的一天 全国许多城市都会出现严重的交通拥堵状况 由于美国失业率达到了史上的新低 民众和支配收入和家庭的净资产都有了改善 手头宽松了 今年也会出现前所未有的节日欢庆气氛 这可以从市场消费行为得到可靠的数据 其次加上今年11月汽油价格逐步降低 使得开车人口在节日季前选择驾车 感觉到出行费用减少了 但是根据统计 今年12月的汽油价格比去年统计略高 2018年12月的全球平均价格为一加仑2.37元 或许是物价提升 其实也没有别的办法 即使是不爱住旅行的人 节日季的一周也将因为学生放假和民众休假不用上班 反而面临着道路拥堵的状况 飞机 航班订票记录显示 夜旦节前后12月26号是飞机票最贵的一天 多数飞机旅客是在夜旦节前两天到四天的12月21号到23号董神 22号的空中交通将最为繁忙 而最佳的飞行日期是夜旦前夕 24号的飞行旅客最少 来回机票的价格也最低 今年机票的调涨 部分原因是波音737飞机今年初开始停飞 导致节日期间运营的飞机和航班减少许多 整体来说 今年节假日约有697万美国人搭乘飞机旅行 创下了2003年以来最多 相对于去年增加了4.9% 运输安全局最近表示 今年年底机场安检旅客的人数也将创下纪录 势必又是一场严苛的考验 中天中旺整理报道